香港籍的化学船 日前在高雄港装填橡胶软化油的时候呢 出现了重大的人为疏失 一次排水阀没有关 使得37公吨的油品外漏 还好当时有两条的蓝油所阻挡 不然的话呢 污染可就严重了 经过三天的清理才把油污给清完 港务局对化学船开阀 并且签切结书之后才放心离开